PALG熱身賽在基隆開打第一場賽程由夢想家對戰工程師 雙方你來我我往 直到第三節比賽分數都是平手 比賽最後4分鐘持續纏鬥 以97比上97 最後夢想家拉開比數 中場以105比99擊敗新竹工程師獲得首勝 PALG年度賽事7號起一連三天 在基隆勢力體育館開打 場面外吸引大批的球迷入場觀賽 要和自己支持的球隊加油打氣 非常開心可以再次看到高雄鋼鐵人搬到基隆這邊 目前比較喜歡工程師的高國豪 今天跑到高雄 就是比較遠的 他現在搬到基隆就感覺比較方便 我是比較喜歡高雄鋼鐵的呂聖爐 上次在高雄看過 就很開心這次能看到 然後不用跑那麼遠 市長謝國良替第一場比賽開球 市府推廣籃球運動 邀請了國小國中及高中學校球隊600名學生觀賽 謝國良還特別前往觀眾席和學生一起看籃球 希望激發學生對籃球興趣 今天是我們直籃P-League在這個賽前的一個熱身賽 那基隆是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大家過來 那另外我們也有提供了我們的國小國中籃球隊 男籃女籃 那學生還有他們的團隊教練一起過來觀賽 那也希望觀賽的過程中也是一個學習的方式 當然我們長遠的目標還是要引進直籃到基隆來 大家一起努力 就在這邊很近 然後不用跑那麼遠 以前是怎麼樣 以前都看不到 搶不到票 基隆市開始指販直籃 小朋友都很期待 其實籃球在基隆市很受歡迎的一個活動 所以小朋友不管男生對女生對都很興奮 謝謝市政府 舉辦這麼精采的活動賽事 不用讓同學還要坐車勞頓 到新北市 到台北市去 請開球 PLG的深賽能夠來基隆開打 歸功於議長同志偉大力邀請 同志偉特別為第二場球賽開球 比賽由高雄鋼鐵人對上勇士隊 開賽前 鋼鐵人吉祥物還在球場上和球民互動 PLG前執行長陳建舟特別到場觀賽 和同志偉互動熱絡 議長同志偉邀請民眾一起來現場 感受籃球運動的火力 市民朋友都可以體驗到一個 運動經濟的一個文化 那我想大家這個休閒娛樂產業 大家可以到現場來 感受我們實際上這個 好的籃球的一個氛圍 它絕對可以讓大家有一個 不同反響的體驗 我覺得實際到現場來 不管是你的興趣也好 還是體驗一下我們的籃球文化也好 還是體驗一下球場的娛樂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國慶連假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基隆失利體育館 來一起來看我們的 這個PLG聯盟的所有球隊 一起幫大家加油 基隆難得有盛大的體育賽事 雙十連假 上千位球迷用行動支持國內籃球比賽 感受熱血的球賽氛圍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